Hello,大家好,我是庞老师 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学五年级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 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九十三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题 ABCD is a rectangle ABCD是一个长方形 Find the total area of the shaded part 对于我们的引领部分呢 我们做如下的一个假设 请允许我改一个颜色笔啊 用红笔比较清楚 对于我们这里呢 三个引领部分的三角形 我们可以说它的底边分别是L1,L2 and L3 三个底边 那么通过已知条件我们会知道 L1 plus L2 plus L3 equals 12cm 然后呢我们的总面积其实是三个三角形的面积之和 Total area of the shaded part 应该是等于二分之一的L1乘于我们的高度 这个高度我们把它加设成H吧 H plus L2 H plus half of the L3 times H 在这里我们进行一个T区供应式 是二分之一的H乘于L1 plus L2 plus L3 但是我们的L呢 它的H呢高度呢正好是六厘米 所以说这里变成了三乘十二等于三十六个平方厘米 这就是我们阴影部分的面积 就已经给大家算出来了 它其实呢 这阴影部分面积 大家也发现它正好是什么 是我们长方形面积 72 square centimeters的一半 三十六是七十二的一半 所以说大家应该掌握的是整个这道体为大家揭示的一种规律 就是我们在里面画呀画呀画 画出这些三角形 它的高都是长方形的宽 然后它的底边的总长是正好沾到了长方形的长 那么这些阴影部分三角形 它的总面积就应该是长方形面积的一半 好吧 如果大家没有听得太明白 可以反复的听 这就是咱们网课 录视频课的这种优势所在了 这道题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转发并关注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